好 不過這兩個人槓起來了 來看呢 柯P跟黃偉哲 柯文哲說 7月4號第七類人員來施打 是不是國家根本在製造特權疫苗呢 沒錯啊 這第七類人員 這些人員怎麼訂的 誰來訂的 他說他 柯文哲說他自己都接到很多人來觀說 他認為現在中央來這樣子制定世界 來幫忙做一個特權疫苗 你覺得呢 是不是特權疫苗 如果你覺得是特權疫苗 說他加一來告訴秀秀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 加二留言告訴我等等來點點名 不過這一回來看到 柯文哲說完話之後呢 有人跳出來火槓了是誰 黃偉哲 黃偉哲說 7月5號雙北疫情這麼的嚴重 其他縣市他認為都讓給雙北 這不就是特權嗎 他說啊 全國人民都在忍 不過這話說出口 鄉民佔翻了 你看有網友就說 應該先去問問看你的綠黨 為什麼沒有給人民足夠的疫苗吧 好 另外也有網友跳出來說 到底是誰讓病毒放了禁毒進來害了雙北呢 難道不是3加11嗎 是不是應該要真的抓出原本的兇手呢 好 3加11為什麼反而就沒有看到火槓怒轟呢 說到3加11就安靜嗎 你看鄉民佔翻了 就是PTT的留言哦 大家到底誰在忍誰啊 好 大家呢 贊成了一團 不過其實來看看 現在更勁爆的是 提到3加11 難道這個根本沒有專家來決定3加11嗎 7月5號節目的視訊爆出了內幕 就是李秉儀 他呢是這個包括召集人 他說專家會議沒有討論過3加11耶 蛤 沒有討論過為什麼就定案了呢 那是誰定案的 到底是誰 誰是主謀 誰是主使者 他說這是指揮中心自己的會議 換句話說自己人都爆料說 根本沒有所謂的專家來做決定3加11啊 這個真的是 檢調都應該要介入追追追了 不過這提到今天呢 又有針對民眾臉書抱怨 醫護實習生沒有疫苗打 好 他怒轟說這個說法 根本是挑起對立 而且黃市長是不是忘記了 他說人類雙北疫苗的特權 也是挑起縣市的對立呢 先帶你來關心 是一位同學 他的一個在我們臉書上的留言 他非常的直接 但是有點粗魯 我就把它宣讀出來 耶魯公衛出來的西瓜 請問一下 到底為什麼公文明確表示 藥局實習生是疫苗施打第一順位 而你的衛生局 而你的衛生局到現在還在研議中 你這種既錯誤又民粹的逆時針 施打順序就是防疫破口的始作俑者 這個我們對於市民朋友們 尤其年輕的市民朋友們的意見表示尊重 畢竟我們是民選的公職 所以你叫我們西瓜 我們就算了 但是我們尊重 但是內容中有提到 這個老人一天接觸多少人 我們一天接觸多少人 這個部分牽涉到一些價值判斷 而且事實上對長者是非常不禮貌的 所以您所反映的這個東西內容 我們都一直在跟中央 事實上也不只您 還有其他的 像校長們 教授們 他們也都有反應 那今天中央同意來施打 我們就要來造冊施打 再次跟這位年輕的朋友報告 不要製造世代間的對立 也不要把老人說成這樣子 那應該施打的部分 公共政策的部分 我們都會去溝通 事實上也不只您反映這個事情 我們也都已經跟中央溝通好多次了 那麼今天中央已經有回文了 所以說我們就會 這個積極的造冊來施打 那我們覺得專業的教育很重要 書本上的教育很重要 教科書上的教育很重要 但生活教育 倫理教育也是相當重要的 好 針對了台南市長 黃偉哲不滿台北獲得 這個疫苗是台南市的兩倍多 其實台北市長柯文哲 也有最新的看法 先帶您一起來追蹤 同樣作為地方首長 我是可以同理心 這個黃偉哲市長的焦慮 因為每個當首長的 一定希望不管他的市民或縣民 你知道 都可以趕快打到疫苗 可以得到保護 那問題是現實的狀況就是 疫苗不足 所以 總是有人可以打 有人沒有辦法打 所以 這對縣市首長都是壓力 疫苗的分配 疫苗的分配 目前在 也不是說台北市政府就可以單獨決定 都是中央給我們的 它的一樣 按照每個行政區域的人口數 還有人口結構 老年人的比例多少 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中央自己認定說 這個 這個什麼 國家安全重要的 你知道 再撥下去 所以目前這個疫苗的分配 也不是 台北市自己單獨決定 還是 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權力決定 還是中央發給我們 不過我是可以理解 黃偉哲市長的 內心的焦慮 因為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市民 趕快打疫苗 不會感染 不然每天 這一個感染 那個感染 對大家都是壓力嘛 不過這個疫苗的問題 那就 一時間也沒辦法解決 所以 就盡量啦 盡量